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随着国宾征战结束了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之后呢 那么目前孙颖沙、陈梦他们都已经回到国内继续备战后续的比赛 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国宾呢 其中的一个主地孙颖沙无疑是成为了巨大赢家 在本次大赛当中在陈梦以及王曼玉他们都不能够夺得冠军的情况下 孙颖沙不仅拿到冠军 而且三个项目都成为冠军 拿到了三冠王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 而且在这一次夺得冠军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回到国内又拿到了一个大奖 而且还受到了官媒的顶格胜战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和各位球迷来分享一下这个喜悦 首先呢,根据官方媒体报道 就是河北日报这个孙颖沙家乡的官方媒体的报道 他们最近提到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说孙颖沙在近日获得了微博年度个人喜爱人物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奖项啊 虽然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平台颁发的奖项 但毕竟呢,微博目前的一个用户量有好几亿 那么实际上他能够颁这个重大的奖项给到孙颖沙 也就证明这么一个重大的平台呢 是十分认可孙颖沙的一个影响力 也从侧面体现的出来 孙颖沙的这个国民度不是其他人能够相比的 而且这个奖项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啊,整个河北也就是孙颖沙和林孝俊能够拿到 整个中国体谈 尤其是整个中国国平里面的话 也就仅他一个人 包括陈梦以及王万玉的都没有能够拿到 所以你其实从这几点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奖的分量还是非常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 孙颖沙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呢 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而且在公布了这个奖项之后呢 河北日报这个官方媒体啊 还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当中顶格胜战的孙颖沙 认为他为家乡为祖国争斗的荣誉 那么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证明的自己 最终拿到了这个大奖 所以同样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呢 他的家乡对孙颖沙是十分认可的 而且在此前呢 他的家乡还邀请孙颖沙成本的形象推广大使 同样也能够看得出来 孙颖沙的影响力日日俱增已经成本了家乡的骄傲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旅程对孙颖沙来说应该是十分难忘的 那么毕竟呢 在这一次的世界新大赛获得大奖 回到国内又获得了一个奖励 还受到了家乡的表扬 我觉得对一个00后的球员来说 在这么年轻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是十分的了不起 相信他也能够带着这份鼓励 在后续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争夺更好的成绩 就像孙颖沙这一世夺的三冠王在社交平台当中 表示的那样呢 他说非常感谢大家对自己的支持 这三个冠军呢 也有大家的功劳 也感谢国平教练组 包括所有人员对自己的帮助 所以从这点也看得出来 孙颖沙接下来的目标呢 不仅仅是这三个冠军 而且他也非常的谦虚 也把所有的功劳归结于别人 所以相信孙颖沙接下来带着这一份虔诚 这份谦虚啊 他后续还大有可为 还能够创造更多的习记 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争夺更多的荣誉 所以要我们呢 把最好的祝愿送给孙颖沙 期待他能够在将来继续功成名就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